高龄96岁的大马前首相马哈迪 好像从来不会喊泪 这次在疫情当下 他又带来了全新著作 捕捉希望 为新马来西亚继续奋斗 马哈迪今天与妻子西蒂哈斯玛 一起在吉隆坡古中城的一家书店 为新书推荐 在推荐里的访谈中 马哈迪一如既往地分享了 针对好几个课题的犀利看法 其中对于新书中提及 西蒂指正时期前财长 林冠英的特别顾问仪式 他也毫不避忌 另外 这位大马前首相 尽管总是被标签为独裁者 种族主义分子 但谈到敏感的族群课题时 却还是大胆直言 马哈迪说 为了融入为真正的马来西亚人 大马华裔应该舍弃自己的族裔身份 包括语文 传统 甚至是用餐的方式 比如说不应该再使用筷子来用餐 马哈迪认为 华社可以继续说华语 但这样就很难融入大马社会 他也解释 这次出版新书是为了记录 他在辞去第七任首相后所发生的事 书里也介绍 他当时加入西蒙的原因 他希望 年轻读者可以透过这本书 了解这些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